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受尽别人嘲笑的女胖子 是我 现在这个容灯各大时尚杂志封面的 也是我 我是超魔一王 而我的另一个名字 叫 真怨怨 明天又要变胖了 之前做的努力又白费了 这道香煎扇贝配丧红花柠檬汁会番 倒是一切都恰到好处 但就是因为太完美了 像出自机器人之手 而不是人 总之 你所谓的分子料理 不过是商品营销下的冰冷产品而已 而真正的美食是需要靠感情去烹制的 像你这种本身就冰冷自私 又毫无感情可言的男人 你懂什么叫做真正的美食吗 总裁这次是遇上应差了 我说完了可以走了 你到底是谁 你如此煞费苦心一次又一次地接近我 在我面前演戏不就是想要炒作自己趁机捞钱吗 直接开架 软动生 十年前你就是如此践踏我的尊严 而如今 你竟然再次当面羞辱我 今天我要是不为自己讨回公道 我真远远今后 将有何叶灭苟活于这个世上 五十万 我给你涨十倍五百万封口费 明天我会让罗经理亲自找你们去的 软动生 你给我站住 谁要你的钱 我 我 因为我才是悲情女主 为什么乐是被她变成了 不是生非半天要嫁的恶毒女配了 圆圆 圆圆 你开开门行不行 东升这个混蛋 我去找他算账 哥 圆圆 我以为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欺负的胖子了 为什么我都瘦下来了 他还要这么对我 圆圆 你听好了 有问题的是他 跟你是胖是受没有任何关系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不是早晨才吃过吗 不是早晨才吃过吗 怎么又饿了 天哪 我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按照你制定的摄入量 就不会有问题吗 我现在都出现幻觉了 怎么回事啊 这很正常嘛 这第一 你今天的运动量可能超了 这第二嘛 就是你的内分泌系统在自我调整 未必啊就是坏事 这第三嘛就是 这幻觉 啊 扣大头 今天一早我发现 软东升搬到了我家隔壁 什么 他怎么会搬过去 他有没有提到我 没有啊 提你干嘛 没有就好 好什么好一点都不好 万一让他发现我就是圆圆 发现我得到这种怪病 怎么办啊 不可能 不可能 可是他是软东升啊 我就发了个朋友圈就被他看出破绽 这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怎么办 你之前都是按我的剧本说的吧 嗯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以不变 以万变 我们就要吻个笔 这一刀 我们就要活着 我们就要活着 我们就在セシャン 我们就不会是 我们就舍着 在他 falar 我们就好像 你还是自己切吧 我突然觉得有点热 我去看一下空调 热吗 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 小心头 你先闭上眼睛 五 四 三 二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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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像这个灯塔一样 独立而又神秘 给身旁的人带来光芒 却又让人难以靠近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也成为你的灯塔 守护你 在海岸中照亮 好吗 不要理他 我觉得 还是接一下吧 万一是很重要的事呢 喂 谁啊 你秘书打来的 说有急事要去处理 抱歉 我先让司机送你回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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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